辣椒 食用油 花椒 白糖搅拌均匀 让羊肉的口味更加复合 接下来就是整个羊肉格格制作过程中 体力的较量了 这个也没得翘 比较软的好 这个软是什么意思 是抓什么 不是抓 那是揉 也不是揉 应该怎么样 您告诉我 中间是抓起来 哦 再去揉一下 你想到那个形象词 软的那个东西 这是软吧 不净 师傅 这有点累啊 没事 没事 是我累 您当然没事 咱们一般要揉多久啊 要把一下吃一层 现在揉了十几分钟过去 我的这个汗水已经是顺着脸颊 再往下淌了 历经半小时的体力较量 羊肉开始散发出复合的香味 此时还需生米粉的助力 将精米和糯米分别碾碎 再按照2比1的比例 将精米和糯米进行混合 再加入羊肉中 米粉和肉的比例要控制在1比5左右 这样蒸出的格格口感会更加细 装格格一直一定要装稳 装紧 都相当于移动的理基础 格格的分量也很重要 只有保持了这个整齐通道的厂通 整齐才能够走最下面一个通道最上面一个来 还比较稳 比较稳 但是略微有点晃 亲二哥说做羊肉格格的秘诀是去山求仙 这去山味的工序已经完成 那么这球鲜指的又是什么呢 一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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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笼水的话 吃起来比较有劲道 所以一笼水就是格格上楼大火蒙蒸 蒸到八成熟 大约十分钟的样子 都叫一笼水 羊肉格格讲究的就是大火快蒸 出笼即吃 吃的就是一口鲜味 但这八成熟的羊肉能好吃吗 你看 它这个肉的颜色更粉嫩一些 可能来说就是味道上会更辛辣一些 格格原本是船运码头上的快餐 如今演变成了万州的特色美食 格格对于万州人来说 是难以割舍的家乡味 有一份情意 有份寄托 这个寄托是一种乡情